哭心哭忠 花生世中 今次白日满意湖 上市国庆快乐 因为这个升级很传统 很古典 保留了很多我们有回忆的空间 怎么说呢 譬如說他要唱一些歌 他要展示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我們很熟悉的人物 譬如說馬總統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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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裡來的 從桃園 新竹 坐這來的 很有心 這次帶誰一起過來 我這次帶老婆一起來的 對 你有沒有覺得很熱鬧很多人 有啊好多人好熱鬧 大大基隆市 大大基隆市 這是基隆市政府 在海洋廣場舉辦的升旗典禮 上千位民眾在風雨中 與基隆市長謝國良 跟馬前總統一起唱國旗歌 進行國慶升旗典禮 大家都聚集在我們基隆的 海洋廣場 來做國慶的升旗 可是雖然有下這麼大的雨 各位一點都不畏縮 對不對啊 對 我們中國的成語說 風雨故人來 風雨生信心 這樣對嗎 我就積極的 拜託馬總統 一定要來參加 我們基隆市的國慶典禮 為什麼 因為我們基隆市 今年是全國擁有最多 國旗也是最愛國的 縣市之一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呢 今年馬總統來參加 對我們來說 是莫大的鼓勵 那我也要跟馬總統說 在就任的這十個月 我們把基隆 打造成一個行人 行走 非常安全友善的地方 前總統馬英九 也特別向現場民眾說明 他今年不參加總統府 國慶典禮的主要原因 前年開始啊 蔡英文政府 就把國慶日的英文名稱 改成了台灣 National Day 這就是台灣國的國慶日 各位 台灣是我們的家園 但是 我們的國家的名字 叫做什麼 中華民國 你看 大家都知道嘛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把國家的名字 改成台灣呢 我們不是不愛台灣 但是台灣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對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請得起 討典 這個升旗典禮 除了傳統的唱國歌之外 主辦單位還安排了 土豐舞等精彩活動揭開序幕 最後更以中華民國送的大合唱 表達對國家生日的祝福 中華民國 中國 中華民國 請求愛心 請讓公園 記者黃日山 陳淑平 雞隆報導